今天的香港傳真帶您關心 日前在香港旺角街頭 發生懷疑香港青年關愛協會成員 暴力殴打市民的事件引發全程關注 多個泛民主派團體聯合宣討暴行 並批評警方 一直縱容這類親北京組織 肆不忌憚的侵擾法輪功和泛民團體 試圖造成寒蟬效應 破壞港人的言論自由 安慰言論自由 反對政治暴力 反對政治暴力 記者會由支聯會、公民黨、民主黨等 11個泛民主派團體發起 當日遇襲的市民陳先生勇敢現身 講述事件經過 他說6日下午6點到旺角行人專用區 看到法輪功攤位被3名青關會成員包圍 並以大型橫幅遮掩 他上前與3人展開罵戰 並拉低對方的橫幅 後因不及對方人多而離開 走到附近的街道 不久便遭襲擊 我們已經看到一個中國籍 男人穿著白色T恤 平頭裝到的 插著截凳 繼續向我攻擊 我們已經看到另外一個人 插著截凳 另外大概還有兩至三個 也都手插著好像有些東西在那裡 同一時間沒有說任何東西 就不停地向我攻擊 就向我投保 主要向我投保 反民政黨團體 斥責清關會的暴力行為 並強烈批評警方的縱容 我現在懷疑 是否警方當他們是國保 是編制一部份呢 這樣搞法 即是變成這樣縱容法 我想這些一連串的事件 其實令到我們很憂慮香港 現在已經法治方面失色 但今次就真的不同了 你簡直是黑社會的做法 你是幾個人是有武器是接凳 今次是相當專業地的一種刑事襲擊 近乎黑道行為 泛民團體呼籲警方儘快將凶徒繩之以法 自從6月6日晚上發生暴力事件之後 到目前為止清關會呈言 沒有在侵擾位於旺角行人專用區的法輪功真相點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